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银银 今天邀请到龙元头顾林志龙分析师 龙哥好 银银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最近日元是贬到一个近期的新低 而台币是持续在走升 那投资票应该怎么看呢 龙哥 是的 日元会贬成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避险性资产 那当风险性资产 风险开始降低之后 就不需要去过度避险 所以资金会从避险性资产 跑到风险性资产 那我们可以看到联准会的宽松政策 这边不断的释出一个资金 再加上这边因为中美贸易战 或者是反送中议议题 使得台上资金不断的回流到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币 近期是持续呈现升值的状态 台币已经升值来到了近期的地点 那台币这边持续升值 热钱不断涌入的话 那这边就不断的推升了台湾的加权指数 我们来看台湾加权指数的走势图 这边不管是从筹码上面来看 还是从形态上面来看 是从礼拜一站上这个区间反押之后 这个整个形态都是呈现一个多头架构 那我们在先前我们也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只要中美贸易战呢 这边呢 没有一个更坏的发展的话 那这边在APEC会议之前呢 有机会营造一个多头的氛围 所以这接下来你只要好好留意一下 这个区间的反压变成支撑的这个 这个点位呢 会不会跌破 那今天结算呢 这个期货有机会拉高结算 那重点是拉高结算之后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这边拉高结算之后 宗哥认为接下来重头大戏呢 你要把它摆在台积电 那这波行情呢 事实上呢 是由台积电给带动的 因为外资这边汇进来 他首选就是买全职股 全职股呢 一来他好进出 二来呢他这边期货多单呢 可以呃再赚一笔 所以这边要好好去留意一下台积电的法说 讲了些什么 目前市场上普遍认为说 台电这边呢 会释放出利多 那这边我们就要去留意了 万一这个利多呢 不如预期的话 那这边走私呢 那这边就会非常关键的 台积电法说呢 会影响到这个市场上 对这个呃 半导体的后市的看法 那也会影响到第四季 接下来台股走势 因为这边外资如果放手 让台积电呃 让台积电跟的呃 台电下跌的话 这边呃 放手获利卖出 那这边行情呢 就很有可能会跟得下来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因为这边呢 内支呢 似乎是不跟台积电的行情 这波行情涨上来 你可以发现 几乎只有在涨全只股 这台积电 那很多中小型类股呢 却是呈现破底的 那破底的过程中 这边下跌加速 比上涨的加速还要多 这代表是什么 这边内支呢 不看好这台积电 所带动的行情 所以台积电法说这边 如果这边呢 哎有利多出境的话 那这边就要开始小心了 小心了 这边呢 会有一个回挡的可能 因为我们不管是从缺口理论来看 或是从均线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边呢 台积电法说会甚为关键 那在回挡的过程中 或是在 呃 类股轮动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发现 目前的这资金走势图呢 哎 你可以看到这电子股的资金呢 已经有明显在撤出了 是 但是这代表说内支 不看好这电子股的后市行情 那内支的资金 跑到哪边 那这内支的行情呢 哎 跑到这个呃 营建资产这边 那这边内支呢 似乎呢 是认为说这个呃 台币升值这内支的 呃 认为这资产营建 有机会走一波 再加上这电子股也涨多了 所以资金呢 有一个呃 类股有个转换的味道 从电子呢 跑到资产营建股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那资产营建股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呢 因为毕竟这资产营建股 这是一头拉库 那这边我们帮大家呢 整理出来 目前呢这边呢 最夯呢就是呢 这个呃 台北市这南港区的 这个重 呃 这个重化计案 是东区计划 对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在南港土地呢 这边呢 一开始涨了一波 包括这2101的南港 或者是2504的国产 那甚至1722台匪呢 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南港概念股 那或者是呢 551的这个工信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2505的国养 这边呢都是所谓的南港概念股 那除了这些之外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2348海月 或是2913农林呢 这边呢 也都是跟着做发动 所以接下来 我们认为呢 这个资产股呢 你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因为这边呢 油土石油彩 这台币升值往往都是走到这银件类股 那更多银件类股 有出现供给讯号的个股呢 可以锁定 欢迎大家可以锁定 这种各个股动人生群组 在上面呢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即时 出现即时供给讯号的一些 资产银件类股 以上 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盘终极时消息 以选股策略 记得加入龙哥的Light 那资产银件之后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